在其他剧组的姊妹 好像通常都是那个爱调节气氛 逗别人开心的这么一个角色 而到了沉香剧组 也是难得看到姊妹是被逗笑的那个人 易仔和淡淡的友谊真的是太美好了 两位的沉香如谢最近可谓是颇有一番成就 不但弹幕突破了4000万 成为优酷电视剧的第一名 而且不仅在国内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 国外上映后 外国的网友也是进入了疯狂的追剧模式 剧中的东方美学和中国传统文化 也是做到了文化输出 反正就是说 沉香如谢这个夏天真的是赢麻了 而易仔和淡淡也自然是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 而除了戏里的应冤和炎淡的爱情 让观众们刻得上头 其实在戏外的杨子诚意也是分外的好刻 两人常常都懂对方一些奇奇怪怪的梗 一个在笑一个在闹 这部最新的花絮中 易仔为了逗淡淡开心真的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淡淡被逗笑到差点摔倒 易仔也是赶紧让工作人员过来服一下 易仔和淡淡的缘分说来也是不浅 沉香如谢是在去年的10月中旬杀青 而不常发某短视频的易仔 也是难得的上线营业 上一次营业还是在9月份 而在姊妹生日11月6日的时候 又上线发布了飘雪变装的视频 而凑巧的是 姊妹也发过同类型的变装视频 咱就说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两人的蓄意而为之 如今的沉香夫妇在上头 程度想必大家已经感受到了 每次电视剧的停三更四 在没有更新里的这三万年 真的是太难等了 而易仔和淡淡也是分别扎根在横店剧组 一个在拍莲花楼 一个在拍长相思 除了刚开播时的一场双人直播连麦 两人的同框营业几乎是没有 可怜的香伯伯们只能靠花絮续命 不过花絮中的杨子诚意 本性暴露 在片场是各种自嗨各种battle 真的是也是蛮好磕的 两个性格合拍的人一起合作 也是真的很放松 那么看完这些 你喜欢杨子和诚意这对CP吗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 留言 留言 好